新书快报 如果您老是觉得您的钱不够用 可以看看你的手上是不是拿着手摇杯的饮料呢 另外再看看你的手机是不是上网吃到饱呢 再想想你买的保险 你买的汽车机车电动机车 这些潮车 他们是不是都持续的从你口袋里头掏出钱呢 新书快报为您介绍日本理财规划顾问 他所写的一本书 书名很耸动 叫做90%的节约都会造成反效果 到底是什么样的书呢 为您请到了说书人吕维正来为我们介绍 维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花钱和节约这件事 一定是大家心头萦绕的问题 那我想可以先从名声大事吃这件事情开始 它是吃嘛 花的时候呢 比较觉得说一定得花 那就干脆花吧 那吃的花费是如何造成浪费的 要不要举例子来跟我们讲一讲呢 好 那作者对于这方面其实提到一件事 跟这个台湾这几年来 真的还是蛮大的关联 其实就是食安嘛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台湾食安问题还算严重 所以大家每次都会有一种感觉是 我要买好一点的食物吃 这样才不会生病 可是这个好一点的食物的定义是什么呢 那比方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买有机的食物 因为有机的食物一听起来就是听他们天花乱坠 讲说有机食物就是比较健康啊什么什么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有机食物是比较贵的 作者的看法是说 其实有机食物往往会让你花更多的钱 因为其实在很多方面 我们其实不见得一定要需要用这个有机食物 这方面我用个比较台湾本土的这个专家例子来做个解释 可能会比较贴切一点 就是那个领口床根医院的护理师谭敦池 他有一次去那个菜市场买鱼 然后呢旁边就有一个妈妈就跟这个卖鱼的说 哎我要买这个有机鱼啊什么什么的 很好很好 可是买回去要怎么做呢 他说他要用煎的用炸的 谭敦池听到这段话之后 他很想跟他讲说 如果你这个有机鱼这么好的食材 拿回去不是用什么清蒸或是用煮的 却是用炸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一定要买有机鱼 因为当你用这些不一样的烹调方式啊 那个有机鱼本身的那些好处 其实已经都不见了 还不如用普通的鱼就好了 那这个例子我觉得可以拿来印证我们作者所提到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去买那种 你觉得很安全的食材 因为实际上你拿回来可能在烹调的方式上就已经把它的优势消掉 那你其实就不要花那么多钱 感觉这个节约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里面有好多的要注意的事情 而且可能跟我们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本书的这个作者讲了一句话 他说节约要付出成本的 所以要节约的时候要学会省对地方 讲到这个时候 其实我想我们平常省钱的习惯应该每个人都有 但是为什么会省错地方反而付出更多钱 有没有什么常常见的习惯或例子可以跟我们做介绍呢 OK我们就来举一个这个非常常见 你走在马路上一定会看到的一句这个促销标语 比方说第二件五折 这个五折听起来很便宜对不对 可是你要仔细想一下 所谓第二件五折 如果你把两件的价格拿起来 全部加起来加总来算的话 第二件五折其实是等于两件七五折的意思 可是你会因为这个听起来好便宜 我就会去买 那这样就可能会造成浪费 而且重点是也就是作者说的 你以为你在当下买了一个五折商品 你省到钱 其实不是 你是花了更多的钱 90%的节约都会造成反效果 您刚刚讲这个例子真是蛮常见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人其实本来就已经很聪明了 他知道这个数字听起来就是有鬼 那有没有什么生活中我们觉得是省钱的东西 他看不出来有问题 其实是问题很大的呢 关于这方面 作者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信用卡跟他的红利基点 那我们通常 往往会因为说信用卡消费可以累积红利基点 可以换很多商品 就不知不觉就是用信用卡来消费 可是呢 我们往往没有去注意到说 你的红利基点到底是多少可以累积一点 你要累积多少点才能去换到那些商品 如果说你仔细看一下他提供的这些你可以换的这个商品行录啊 你可能会发现说我随便一个商品恐怕都要好几万点红利基点才能够好换 可是好几万点红利基点那表示你要刷多少卡 那到了这个程度之后 如果是我往往就觉得说 好沮丧 我可能要花好多好多钱很久很久以后才能换到他的商品 但是我在当初刚开始刷卡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这些 我觉得这也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冲动购物会造成的一个后果 90%的节约都会造成反效果 那其中这种信用卡红利基点就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察觉的一个吸引力 开始的时候提到说那个保险 其实就是一种可能一直要从你口袋里掏钱的事情 那可是我们保险不就是分摊风险吗 为什么这个分摊风险的行为最有可能会害人存不了钱呢 其实作者并没有反对说我们不要去做保险 他并没有反对 但是他指出来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保险可能遇到的问题应该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对于保险都没有很懂 我们其实在谈保险的时候 都是被这个保险业务员牵着鼻子走 他就拿了一个很复杂的表格数据 给你解释一大堆 然后你还在有懂没懂的时候 他就开始继续问说你要不要保了 然后我们就跟着保了 这个是作者想提出来的第一个现象 作者还提到第二个可能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就是因为常常觉得保险是一种保障 就会不知不觉的一直保一直保保下去 那你的保费就会越来越多 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并没有需要那么多 因为我们可能还有国民年金 还有什么劳保退休金等等 这是作者的观点 这是日本的理财顾问所写的一本书 要让您注意到到底您的省钱行为有什么问题 刚刚讲到这个保险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吃这件事情有点像 就是我们因为觉得吃反正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们在花来的时候反而就会少掉很多的戒心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都是在告诉你说你有很多问题 那这个书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呢 有 那当然这部分的解决方案或多或少会让大家觉得说 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早就知道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一定要真正开始实习 不是说我等下个月再开始好了 那按照作者的说法 你这样子永远不会开始的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今天花钱的目的是什么 到底是必要的消费 还是不必要的浪费 还是这个必要的投资 我们必须要先分清楚这三件事情 往往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就会有种冲动说 这个东西是我一定需要的东西 那作者会建议我们 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 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网路购物的话 你这些商品可以一样放进购物车 没有关系 但是先不要去结账 三天后再回来看 三天后回来看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 我三天前放进购物车的这些商品 有些其实是我不需要的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平常逛街 在你家附近的店面 或是公司下班旁边的店面去逛的话 你也一样可以用这种购物车策略 就是你看那个商品很好 你可以三天后再来看 可能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其实我不需要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90%的节约 都会造成反效果 其实老实说 所有这种跟理财有关的书 都会叫你记账 这本书有没有写到这种老调牙的东西 他也有提到记账 甚至他还提到说 美国以前已故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他是怎么有钱的呢 只有两个字记账 你首先得真正开始记账 你不是听完就算了 你要是没有行动的话 知道记账这个观念也没有任何用途 你刚刚提到洛克菲勒就让我想到说 很多有钱人 有钱人想法做法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学有钱人 才能够增强脑坡抵抗消费的陷阱呢 像作者有举例 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 他的这个致富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你要区分这个到底是你想要的还是你需要的 那如果说你怕一时区分不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购物车策略嘛 三天后回来再买嘛 再看看嘛 那至于说更有名的这个股神华伦巴菲特 他是怎么致富呢 他的方法其实原则也很简单 就是他花掉的钱永远要比赚的钱要少 可是如果赚的不多其实也没办法吧 对那这件事他又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 是他们日本有个叫储蓄之神本多禁六 这个当然我们台湾人不熟 但是名字无所谓 那这位本多先生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的做法是不管他的薪水有多少 他都是先扣掉四分之一拿去存钱 剩下的四分之三再拿去花 跟我们一般人的概念不一样 一般人的概念是我今天薪水带拿回来了 就有必要的支出就拿去支出 剩下的钱拿去存 可是他的意思是你要反过来 你要先拿去存 而且是固定一个比例 你要坚持这个比例 然后剩下的钱再拿去花 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有的时候会不够 那就节约一点 听起来就是这些省钱方法都是老掉牙的 但是有钱人就真的做到了 而我们则是在这边不断的想办法节省 却用错方法了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百分之九十的节约都会造成反效果 至少提醒你再不要碰这些花钱的地雷了 那今天非常谢谢说书人 吕维正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感谢观看 站起来 栗浓 大家 请不要骰 队 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